凌晨时分 蒙面男子突然闯入 我走到我跟前 就拿大锤就给我一大锤 随身携带汽油打火机 他究竟异欲何为 用大锤打击人的头部 并且还拿汽油 动机应该是很明显 怀疑对象出现 却意外迁出陈年命案 接着供服了自己 杀死自己情妇的 全部犯罪过程 两起案件有何关联 这起凌晨遇袭案 藏着怎样的恩怨 深夜闯入的蒙面黑影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59岁的刘女士 和她的丈夫老孙 经营着一家五金杂货店 后面是自家的房子 即使门市也是住宅 做生意和吃住都在一块 可就在2020年6月15号 凌晨一点 一个蒙面男子突然闯进了店里 拿起铁锤朝着刘女士就砸过去 这个神秘男子是谁 他和刘女士一家 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 这大半夜的闯进店里 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刘女士家五金店外面的监控视频 就在当天凌晨一点 店门口出现了一个神秘男子 这个男子头戴一顶工地上的装卸帽 一只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 男子在五金店门外徘徊了大约一个小时 凌晨两点左右 他又回到了五金店外 此时男子手里多了一把铁锤 凌晨门外的声响 让刘女士立刻清醒 但是当他看到来人并不是自己的儿子时 蒙面男子已经走到了刘女士的卧室门口 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 危险已经临近 走到我跟前 就拿大锤就给我一大锤 他这么一打 我这么一打 就在我那缝了三针 我的脑袋缝了三针 转过来他就被我家老头去 又打我老头这个一锤 他这老头缝了五针 店里安装的电子监控 记录下了整个搏斗过程 从这段画面中可以看到 搏斗过程持续了一分多钟 而这一分多钟 对刘女士和她丈夫老孙来说 却是生死瞬间 跟他来挣扎地抢大锤 我抢大锤就坐到这个门 晃跟前了 完了后人 准是我家老头打了他一棒子 准是打晕了 是打一张 不知道 他给大锤松开 我觉得我赶紧抢大锤 我赶紧跑 然后我就被后边跑 我就找我玩 我给大锤就扔到 我的洗手机儿离开了 五金小店为商铸一体 前后都有门 抢下蒙面人的铁锤后 刘女士从后门跑了出去 此时刘女士的丈夫 已经被蒙面人打倒在地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蒙面人并没有继续攻击老孙 而是匆忙逃离的现场 闯入者离开后 刘女士立刻打电话报了警 深夜闯入 铁锤攻击 随身携带油料和打火机 这让办案人员意识到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商人案件 那这个蒙面男子他是谁 他精心预谋 着迷准备 想要杀死这对夫妇 究竟是为了什么 被害夫妇在街面上开店 平日里来往的人员也比较复杂 中间难免会有一定的矛盾出现 但由于案发时间正值深夜 房间里也没开灯 加之对方有意用帽子和口罩遮挡面 被害人并没有看清嫌疑人的面貌 店主夫妇都已年金六旬 女主人左眼失明 男主人腿部残疾行动不变 但是在与比他们高大的蒙面男子搏斗时 二人居然将来人的铁锤抢下并反击对方 办案人员分析 这个蒙面男子的体力较弱 应该年龄偏大 围绕现场遗留的打火机和汽油桶等物品的来源 侦察人员在附近商铺以及加油站等场所进行了调查走法 年龄在55岁到70岁之间的男子 成为办案人员重点排查的对象 很快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村干部提到的一个人 引起了侦察人员的注意 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人的出现却意外地牵出了一起陈年命案 丑子也是非常正常人 但是你说不清他的身世来历 隐姓埋名21年 他终究难逃法网 最后在指令人系统里面比对出一个故意杀人案 深夜闯入的蒙面黑影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久坐久站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陈礼记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正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剑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正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薄翠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经常变密 认准相单清牌科研胶囊 黄鹤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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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 得治 怎么治 抹药 抹药治疗黄鹤斑 开始 斑力净牌 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 国药准字号 专利药品 斑力净牌 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黄鹤斑 抹药好得快一些 斑力净牌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疏禁借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因为放不下 堵在上下雪路上的车流 因为放不下 堵在社区门口的盐防死守 因为放不下 堵在家中 行动不便的老人 疏通疏导疏解 志愿者们成为不便的通路人 三系广播电视台 联合相单清 及爱心公益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关爱常办 通向美好 公益活动 致敬每一个通路人 保障每一位志愿者 身体通畅 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 即日起 至11月30日 我省凡患有便秘困扰的 中老年人 到以上药店 报名参与活动 即可免费领取 价值198元的 通畅领包一份 咨询电话 4008802755 相单清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东阳红木工厂清仓会 底价清仓 买红木了 花梨木 全房30件 再加送豪华大床 只要38800 11月16号到11月22号 就来迎则侨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室内 这个王复 就是警方找到的 夜袭五金店的嫌疑对象 鉴于王复 对个人身份含糊其词 无法自圆其说 警方依法对王复 采取强制传唤措施 结合五金店案发现场的 相关痕迹物证 进行排查比对 同时 对王复的真实身份进行核查 王复身上疑点重重 侦察人员 试图让这个自称王复的人 讲清自己的生活轨迹 以寻找与其身份有关的线索 可是 对于自己人生轨迹的回忆 直到最近20年 才有了清晰的地理位置 和具体的人物 虽然 王复这个人 看起来有些神秘 但是村民们 对他却没有任何界定 因为在他们看来 王复憨厚热情 是个难得的好人 而在与王复的交谈中 侦察人员 还是听出了异常 这个人 口音是东北客人 但是 对你是常领家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王复与警方的对话 已然进入到 无法推进的重复与消耗 办案民警 开始有些着急了 因为通过证人证言 以及案发现场相关物证的比对 警方已经确定 此前 发生在五金殿的这个案件 和王复是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证据 表明王复 有涉及违法犯罪的行为 即便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 警方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 24小时之内 结束对他的审查 那这个王复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因为眼前这个人 这个王复 我们确定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而且我们接近 他身上一定被这重大刑事案件 这是我们非常坚定的 尽管所有办案人员都相信 这位对自己过去守口如瓶的王复 很可能身负重大刑事案件 但是没有证据 他们只能放任 侦查人员决定解除传唤 送王复回家 然而就在王复 即将走出公安局大门的一瞬间 却出现了转机 在每一个手指上 找到了30多处的特征点 最后10个手指 一共找到了300多处特征点 指纹比对结果显示 王复的指纹 与30年前的一宗盗窃案的嫌疑人 所留下的指纹高度重合 因偷盗被采集指纹 名字叫张成复 那么在王复身上 仅仅藏着一宗盗窃案 那么简单吗 就在继续搜索的时候 办案人员有了重大发现 最后在指纹系统里面 比对出一个 长春的一个故意杀人案 侦察人员将张成复又带回了办案区 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 张成复再也扛不住了 最后他说了一句 我也不想活了 接着供诉了自己 杀死自己情妇的全部犯罪过程 被张成复杀害的女子 名叫宋小雪 21年前的内宗凶案 发生在夏末秋初的傍晚 事发时 很多村民在街上散布纳粮 不少人目击了张成复行凶 杀死宋小雪的经过 案发当天 张成复在村里 听到了一些 关于宋小雪的风言风语 他非常生气 酒后堵在那个 就是被韩人家的那个门口 要跟对韩人 去闹一些感情上的事 在家门口 两人话不投机 发生了争吵 言语上一些冲突之后 他把自己随随起来的 那个凶器拿出来 将被韩人杀死 20年前 他是对当时自己的行为 非常的悔恨 在老家乡亲们的记忆当中 这个张成复 性格暴躁 劣迹斑斑 而当他以王复的身份 出现在 他现在所在的村子的时候 他给人的印象 确实老实憨厚 吃苦耐劳 反差之大 令人难以置信 张成复 在逃亡21年之后 终于归案了 而侦察员们 对五金店所在镇上的调查 却并没有停止 他们要在这里 继续寻找出 五金店的那个蒙面人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 综艺编导 摄像 主持人 林里纠纷 三年无解 我现在我尿尿就给他70公分给你了 他儿子还多大 我家10公分 开庭在即 原告遇袭 是巧合 还是 精心预谋 这不是我眼瞅要打赢了吗 你就来杀我了 深夜闯入的 蒙面黑影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刮过蔬菜 没少吃 没少吃 做习运动 都规律 都规律 为啥还变命 为啥 这多是肠道甘涩 肠动力不足 试试香丹清牌科研胶囊 一果一叶一黄旗 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 肠润滑 有动力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清 专注肠道健康19年 倒计时 东摇红木工厂经操会 进入车站 倒计时 为降低返厂物流费用 现场余留居家实用款 高端收藏品 统统不计成本 大帅货 原来十几万的红木沙发 餐桌 大床 银行贵等 帅货只要几万元 全部清空 给钱就卖 一键不留 超低价简陋 精品红木 11月22号晚6点前 赶紧来迎则乔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花儿满三季 2022山西少儿春晚来啦 虎虎声威 专属于全省少年儿童 自己的春晚 花儿满三季 已成为家长朋友 最新赖的 少儿品牌栏目 2022山西少儿春晚 再度起航 因为放不下 堵在上下雪路上的车流 因为放不下 堵在社区门口的 严防死守 因为放不下 堵在家中 行动不便的老人 疏通疏导疏解 志愿者们成为不便的通路人 三季广播电视台 联合乡丹青 及爱心公益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关爱常伴 通向美好 公益活动 致敬每一个通路人 保障每一位志愿者 身体通畅 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 即日起 至11月30日 我省凡快有便秘困扰的 中老年人 到以上药店 报名参与活动 即可免费领取 价值198元的 通畅领包一份 咨询电话400-880-2755 相担心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骨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烘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花儿满三季 2022山西少儿春晚来了 以鼓声微 专属于全省少年儿童 自己的春晚 花儿满三季 将携手 未来少年墙 超级校车 鼎鼎有名师 山西少儿三大王牌栏目 为大家呈现 不如错过的 年度世界盛宴 八年用心牵手 品质历久弥新 花儿满三季 已成为家长朋友 最新赖的 少儿品牌栏目 2022山西少儿春晚再度启航 东阳红木工厂清仓会 底价清仓 买红木了 花梨木全房三十件 再加送豪华大床 只要三万八千八 11月16号到11月22号 就来迎则乔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警方确定 这个张成富 并不是在五金殿行凶的 蒙面男子 那么到底是谁 在凌晨时分 闯入刘女士家呢 又是为什么 要置这对夫妇于死地呢 这个人给我们 那个门的高铁线拧上了 五金殿门口的监控录像显示 这个蒙面人 在破门闯入五金殿之前 曾来到刘女士儿子 所住的房屋门口 用一根铁丝将门别住 警方分析 蒙面男子 应该对刘女士的家庭情况 十分熟悉 刘某家的情况 家中居住的人员 他都非常了解 而且对刘某家周围的环境 也都特别的了解 所以说事先 他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 侦察人员将视频监控的搜索范围 进一步扩大 试图辨别蒙面人来时的方向 案发地点 位于镇上的商业街 又紧邻派出所 是镇里的监控探头 最密集的地方 理论上讲 蒙面人 无论从哪个方向来 都会被周围的监控探头拍到 但蹊跷的是 这些探头 在案发前后的时间段里 没有任何视频记录 老百姓就说了 说昨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 难免这一趟 电就突然地断了 负责检修线路的电工发现 附近的一台变压器 在前一晚 被人为进行了断电 显然 蒙面男子 具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 然而 嫌疑人的断电行为 并没有切断 案发现场的视频电源 这台变压器 以前是管着 陆南陆北两趟的用电 后来变压器经过改造了 他只管陆南的空电 五金店里 遗留的两个装有汽油的塑料桶 两块海绵 以及两个打火机 被证实是蒙面人 随身携带的物品 很明显 蒙面人还有纵火的企图 那么 蒙面男子 与刘女士二人 有什么仇恨 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呢 天色渐晚了 刘女士 无意当中说起的一件事情 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那就是 第二天 她要去法庭 与人打官司 原来 2017年3月的一天 刘女士和邻居家的婆媳二人 当街私打 引发了严重后果 最终被定性为刑事案件 由于案情错综复杂 双方各执一词 三年多了 案件数次开庭 却迟迟未能宣判 我打官司的证据全在我心里头 我儿子都不知道 6号开庭 15号就来杀我 这不是我眼筒要打赢了吗 就来杀我了 刘女士怀疑 蒙面男子之所以入室行凶 目的就是想阻止他出席这场庭审 因为盖房子的事 两家的矛盾越来越大 起因是 两家翻盖房屋的时候 徐家仁要求刘女士家 让出70厘米宅基地 因为70厘米的宅基地 原本相处和睦的两家人 关系闹僵了 2017年3月17号这天 两家彻底撕破了脸 当时刘某家开着尽财 他们两家都在盖房子 建到二楼 这时候徐某家欠了刘某家材料款 4000元 讨要4000元钱的时候 双方发生了口角 语言攻击最终生计为肢体冲突 视频画面显示 刘女士先后跟邻居家中的多名成员 进行过近距离的撕打 一度被对方的婆媳二人按倒在地 视频画面显示 刘女士被打之后 面部明显冢起 面颊又出现痕迹 当天午后 她前往医院就医 并于次日转院 尽管做了手术 刘女士的左眼还是失明了 相关医学专家经过鉴定 给出司法鉴定意见 认为造成刘女士 眼睛失明的主因为外伤 伤情等级为重伤 2017年9月 对刘女士实施殴打的徐某 钟某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在做法律程序的过程中 徐某对刘某的伤情提出了疑 我对方就说刘某他们 眼睛原来就有病 就是纵伤的不是他们造伤的 辗转近两年之后 这宗故意伤害案 于2020年6月16号再次开庭 然而 就在开庭前一天 刘女士却遭遇了蒙面人的袭击 这难免让人怀疑 蒙面人试图杀人的动机 与这起案件有关 刘女士和她的丈夫 和蒙面男子近距离进行过搏斗 却认不出这个人是谁 说明他们和蒙面人并不熟悉 而从这个人事先用铁丝 别住刘女士儿子的门 并且对周围的变压器进行断电 这个举动来看 她对刘女士家的情况 又是极为熟悉的 除此之外 这个人还有一定的电弓知识 要知道给变压器断电 这本身就是一项危险作用 通常只有通晓专业电弓技术的人 还要使用专业的高压拉闸杆 才能够操作 在这个镇上符合这些条件的人 应该没有几个 警方围绕镇内的电管站职工 以及装有独立变压器的企业 进行了明察案发 很快 一个在专厂打工的唐姓老者 引起了警方注意 而这个老唐和刘许两家人 还有一些瓜葛 因为他开过专厂 当过专厂的老板 专厂有自己的独立变压 就是经常用到这个垃圾 老唐与刘许两家的瓜葛 始于2015年 刘许两家即将翻盖新房的时候 据刘女士回忆 当时盖房就是出于老唐的拱动 老唐与刘许两家接触的最初目的 自然是为了做生意 刘许两家盖房所用的砖和沙土 很大一部分来自老唐的砖厂 据刘女士讲 当初她和许家 因为宅基地发生矛盾时 她一度找过老唐 作为传话的中间人 可是之后 老唐与徐某一家的关系 却越来越近 这让刘女士始料未及 2017年3月17号 刘女士去隔壁讨要欠款 最终引发肢体冲突 而随着刘女士眼睛失明 徐某婆媳 因涉嫌故意伤害被提起公诉 老唐作为证人 向法庭做出了 对刘女士独立的证词 唐证实 当晚10点左右 刘女士大墙 看见人往回跑的时候 摔倒了 闭巴牙一声 然后捂着脸 受伤的原因 主要是扒弯墙以后 往家跑时 摔大墙爬的 为了调查 唐某证言的真实性 警方曾经按照 唐某的证词内容 进行过现场实验 实验中 侦察人员发现 以唐某当时所叙述的视角 并不能看到 刘女士爬墙 以及摔倒的过程 老唐与刘女士之间 显然存在一定过节 可仅仅因为这样的过节 就会让他做出杀人放火的事情吗 唐某被警方传讯到公安局时 他头上的伤清晰可见 但是面对警方的询问 老唐表示 案发那晚 他和老伴一直都在家休息 自己和五金店的事情毫无关系 而之后的调查却证实 老唐是在说谎 从他跟他写个童话情况来看 他当时就是在案发时间那 他根本没在讲 2020年6月23号 唐某向警方供认 6月15号 出现在刘女士家中的 那个蒙面人就是自己 因为出庭为徐某作证 刘女士每次见到老唐 就一肚子火气 有时候见着眼 见人骂人 有时候就是说在那边 挺多人的情况下 有时候也就是指仓骂怀的 说白 在6月14号当天 唐某骑电动车 经过刘某家门口的时候 刘某还骂了他一句 唐某自称 这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 感觉自己一个大男人 总让严谨冒骂 产生了报复刘某一家的想法 2021年3月31号 人民法院对唐某 故意杀人案作出判决 被告唐某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年6个月 蒙面男子老唐 他原本就是个局外人 因为介入徐柳两家的矛盾 遭到了刘女士的唾骂 恼羞成怒之后 老唐起了杀人的歹心 而张成复因为21年前村里的流言 一怒之下杀害了自己的情人 两起案件的严重后果 皆因一时之怒 如果老唐和张成复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冷静处理 不用那么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那么他们的人生结局 也将完全不同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东方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摄像主持人 东方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摄像主持人 成见广告 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